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萨卜达书为您带来的走团 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3年的巴厘岛Major淘汰赛败者组的比赛 老干爹对战QE 这个是败者组的第三轮比赛 感谢张老板的两刀打赏 谢谢老板支持 两刀打赏 谢谢老板 那么来看一下老干爹对战QE 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这场比赛QE 投非常铁的 先抢了美杜莎 这个男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话说在老干爹面前用美杜莎 而且是采取这样的一个BP顺序来选美杜莎 也着实是有点 不讲道理 着实有点不讲道理 2000美元能让大叔当一天曼联粉丝吗 好家伙 不用这么多 不用这么多 啊 感谢一拨观众大佬的头位啊 谢谢老板 那么美杜莎拿出来以后 第二手老干爹作为先门先选的一方呢 一看你这么投铁啊 敢直接拿美杜莎 对吧 拿我就拿敌法式啊 我就我不跟你客气 我直接就拿敌法式 中单的位置上这样比赛老干爹并没有选择去拿穿人甲 还是拿了火猫这个英雄 然后在5号位的位置上放了一个大牛 然后还差最后一手4号位啊 312341235都有了 还差一个4号位 然后呢 QE 里边选择在第4手拿出了斯拉克小鱼人啊 他拿小鱼人的目的很简单 交给ATF去打3号位 然后呢 留一个最后的中单英雄 中单英雄的话 老干爹选择搬掉了一个小小 那看看对方的中单位在最后一手准备去选什么英雄 火猫 火猫 穿人甲没有被搬吧 穿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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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人甲没有被搬了 应该还要再搬一手穿人甲 不出去外的话 至于这个美杜莎 他选出来以后是不是打1号位 还是打酱油位 这个对于你选敌法师这件事情而言 不要有所犹疑 看见他的美杜莎 你就把敌法师掏出来就没错 他就算是转去打酱油 那你有一个稳定能让你欺负的酱油也是好事吧 对不对 再说了 美杜莎打酱油并不是说特别厉害 拿出来以后他转的路可以无痛转酱油 他还是挺难受的 他还是挺难受的 所以看到美杜莎就掏底法师就没错 他说利亚德大师赛不 我们利亚德大师赛肯定不过呀 好 感谢老板的两二令吉打赏 谢谢老板 他说啪啪克美杜莎吗 啪啪是谁 啪啪吗 啪啪熊不算克美杜莎 但是啪啪熊其实可以出散尸 而且挺适合出散尸的 用来打美杜莎应该算是一个选择 最后两手QE搬掉的是萨尔和老虎 那么插的这个4号位老干爹编夫骑士被搬了 拿了个光法 拿了一个光法出来 4号位光法也可以 这个英雄在3号位伐木机的情况下 上路搭配伐木机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迪法师加大牛打小鱼人 这个对线 对方来保小鱼人的应该是这个拉比克 拉比克的话 那么老干爹的优势路这边应该是个优势 3号位小鱼人 他虽然刮人很厉害 但是呢 跟迪法师对着刮 他有一个天生的缺点 就是 小鱼人的蓝量并不是特别的多 前期被迪法师一旦把蓝给刮光了以后 就是两边对着刮 你刮我也刮 但是你刮我的这个属性会还给我 我刮你的蓝是不会吐给你的 对吧 果然最后一手拿出了石林剑士 这样比赛老年龄没搬石林剑士 我其实多少一点没看懂 因为他们的阵容并 对这个石林剑士并没有任何的控制能力和限制能力 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搬一手的 而且 对方这个阵容拿一个石林剑士可以确保在美毒杀的装备成型之前的作战能力 而且就算是在团战的时候 一般来说敌法师又不是特别愿意找出BKB 没有BKB之前 你的石林剑士面对对方的 你的敌法师面对石林剑士 有点讨厌的还是 ATF打的美毒杀应该是不会的 现在的这只QE他选择用ATF 选择了小鱼人 肯定是交给ATF去打 好 感谢老板的五新加坡Dollar打赏 谢谢老板给大兄弟加个餐 谢谢老板支持 谢谢老板支持 老干爹这个阵容基本又是一个无控 老干爹这个阵容的控制确实是不太多 肯定是三号位小鱼人 而且这样比赛三号位小鱼人吧 他有一个作用可以帮助美毒杀的是什么呢 当对手的敌法师冲到敌法冲到这个美毒杀脸上的时候 小鱼人可以直接扔一个魔精技能的雾 扔一个雾到美毒杀的脸上 然后让美毒杀在人群里面疯狂输出 这个用来去保护美毒杀和敌法师对打的话 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感谢ROW老板的5.50击打赏 谢谢老板 ATF不是绝活小鱼吗 在三号位的小鱼人里面 他算是绝活 因为他曾经有段时间转一号位 练的最多的就是小鱼人 所以现在转成三号位或转回三号位啊 不是转成三号位 转回三号位 可能能够让他最无缝衔接的英雄也就是小鱼人了 只为了魔精宝美毒杀 还不如打酱油小鱼 话不是这么说 你要是打酱油小鱼人的话 并不是每一个队伍都可以像Saxan那样把酱油小鱼人发挥出来作用 另外如果你去打一个酱油小鱼人的话 你的前期完全就没有节奏点 没有节奏点的话 你的美兔杀杀权空间会很差 这个东西有都是这个分位吧 分位是一方面 你会不会这个分位是一方面 拿出来会不会用的是另外一方面 适配不适配阵容又是一方面 DP不是简单的说一个英雄 两个英雄之间的这个决定嘛 还是要场上十个英雄嘛 这边一上来QE是拿到了一个外队的一血 被毒狗一个关 然后四个人直接包围上来 包围上来以后一轮合机带走 拿到一血之后呢 神服方面了 跟爹是西罗和墨炎各控了一个 对方是毒狗和美兔杀各控了一个 各自一个双服 QE拿到一血两边一初期没有繁衍 没有繁衍 从一级的视野来看的话 中路两个人的视野都是放在了中路河道的偏右侧的方向 上路敌法师的 这一上来就是拿到一个人头啊 可以啊 这波 不是拿到一个人头 包围上是这个光法拿到的这个人头啊 不是敌法师拿到的 一上来三个人过来欺负对方两个人 尤其是过来欺负这个小一人 下路放法姆基丹 哎呦 这个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战术啊 他们打算打311了吗 如果打算打311的话 这样比赛道还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因为法姆基打毒狗和美毒杀 在下路他属于这个零压力的状态 完全全的一个零压力啊 这里给一个之王之光 然后扔一个手榴弹ATF的小鱼 这里被大牛在追 敌法师没有选择继续去追这个小鱼啊 蓝还比较多 而且敌法师这边一级的一个发力损毁呢 打起来会比较慢 能消掉对手的蓝的时间需要的比较久 而且对方的一级加的是被动 他没有技能可以用 所以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快速的把蓝量下去的方法 蓝量打空了以后 敌法师很厉害 这边光法还是回到了下路啊 没有选择让法姆基丹 其实这场比赛阵容是支持打311的 因为你光晚来了也压不住美图杀 对吧 从收益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选择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划算 像这一场比赛双方的这个阵容啊 就是你把伐木基保到三级左右 然后让他买出来一个治疗指环儿 然后就可以回到上路继续去压制对方的小鱼人了 保一个敌法师的无解肥 然后压制对方的这个小鱼 让他上不了线 如果对方选择跟你去这个三人对打的话 对吧 跟你打这个对着钢三的话 对着钢三也不怕 对着钢三也不怕 你拉比克加小鱼人加毒狗 这是什么什么垃圾钢三这种 对吧 我光法加上大牛这个钢三 那是要多厉害有多厉害 所以钢三可以把对方直接钢崩了 而且伐木基这边如果对方真的打钢三 那伐木基有二级皮 甚至三级皮加上先锋盾以后 直接就顶着防御塔追着你 美术杀一辣 你一个刀也不想补 我都不用去补刀 对吧 我就跟你打护穷 你都受不了 我就右键往你身上一顶 旁边爱有兵线有兵线 爱有防御塔有防御塔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反正所有的伤害打斗 身上都能回上来 这里大牛一刀踩 踩住对方两个人 消耗一下 然后自己赶紧跑 他说这嗓子热热好 今天的嗓子不知道是怎么的 今天嗓子巨疼 早上起来一睁眼就巨疼 两级偷属性的小鱼人 小鱼人现在一般都是要把这个技能主加的 要不然的话 偷到的属性持续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前期肯定要至少加两级的 要毒狗 关一下光法 治王治光 穿人甲 拍点地板减速 接着叠毒 穿人甲这边肯定是想留一个叠三层毒 叠四层毒炸一下吧 应该是 比方说这个伤害计算的 这个伤害计算的真是有点差了 这个位置明显就是你能从看血线上能看得出来 就是需要的是叠四层毒 炸一下 穿人甲给一戳 少了一层叠毒 提前炸的伤害 穿人甲里边提前给戳了 最好的结果是四层毒 炸 然后穿人甲给戳 如果你打算的是说不在乎谁去急杀对手的话 那么最好的方法反而是 你叠完三层毒以后 这根穿人甲给上一个戳 到前面去卡位 到前面去卡位啊 这里被对手支援过来的一个 虽然说是光法支援到了上路 但是居然被ETF的小鱼拿到了一个希罗敌法的人头啊 这个都少有点不太应该了 那样敌法师现在的补刀数呢 是16-2 小鱼人是23-14 这个上路被小鱼人打爆 小鱼人这个双膝带 我只能说出的 其实正常情况下 如果两边对着刮的话呀 敌法师刮小鱼人 把小鱼人蓝刮光了以后 小鱼人不会那么舒服的 他不会说有这么大的优势 敌法师身上呢 也是戳一个携带的 但是对手这个小鱼人直接双膝带加大摩瓣 这个属性压制有点太离谱了 前期小鱼人的对A 就是持续对A 特别厉害 这个是小鱼人的强势的点 但是A一会就走 A一会就走 互相的消耗这件事情 小鱼人在前期跟敌法师来对打的话 优势不是那么明显 只能说这场比赛 对方的小鱼人确实在装备的选择上面和思路上面要比 老干爹这边要更好一点 这里毒狗过来去偷对方家的也怪了 他现在已经有二级的毒 二级的毒的话 叠够五层 叠够五层的话 直接炸一下 然后再重新接着叠 二级的叠毒的话 就是这么叠的话 就比较划算了 把这个野都给他抢了 这个毒狗还是有点坏 不过这个毒狗的蓝不是太多了 感谢HWYRX老板的5加1拿赏 谢谢老板 这波全被毒狗抢完了以后 上路小鱼人现在无解肥 敌法师被压到之后全场的第六位 当比赛这个敌法师 不得不说啊 就ATF小鱼人的三号位小鱼人确实有一套 这边抢服还是 老联爹这边是抢了一个 抢到了一个智慧神服 看看这个毒狗 哦呦 没死 这个毒狗居然没死 这边地法师过来切美杜莎了 打不过你小一人 我就过来切了你美杜莎 这边美杜莎的蓝量马上被清空了 但是拉比克过来了 然后全身家也过来了 这边吸罗的血量很低 直接被打死 犯人家开出道 大牛应该是跑不了了 大牛应该是跑不了了 伐木机 哎呦 再撞一下 再撞一下 我的天啊 这地形卡的太舒服了 对于犯人家来说 没想到大牛最后是跑了 对方选择一看有机会击杀这个更加值钱的伐木机 结果伐木机被击杀 大牛跑了 ATF的这个小鱼确实有一套啊 你别说 其实与其说现在的这个击杀 我倒是真的挺想回看一下 之前他是怎么去第一次击杀那个敌法师的 不行 我得看一下 我真的挺好奇这个敌法师第一次是怎么死的 我看一下啊 现在是还没死 现在还没死 现在还没死 敌法师现在还没死过 在这个位置 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这个敌法师第一次是 是是是怎么被击杀的 我回看一下这一步 好像就是在这个附近吧 哎 不是这 这个人这个人死了 快到市面啊 这是满血的一个敌法师啊 我看这是怎么死的 因为这个时候老干尼是三个人 这个地方跟对方对A了一波 A空蓝被小鱼拉住 然后直接就A死了 被对方 他被对手提前偷了 叠了六层属性 他提前被对方偷了六层属性 然后他没有等这个被偷的属性消失 就直接上去跟小鱼对A去了 那一波击杀是后边引发一系列问题的观念点 他被跌了六层以后 没有等消就冲上去了 前期属性本来就不多啊 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击杀到对方的拉比克 哦 拉比克这个回头 这里进树林 收 然后没有拦了 现在小鱼人过来刮一下 法米奇在接着往前追 法米奇又被这个穿战甲给撞了 小鱼人开始追着西属性 法米奇练走一下 小鱼人这个跳没有中 但是穿战甲的车到了 又完成了对于牛法米奇的一个击杀 不过火猫这波打的不错 火猫来到上路这一次呢 是 帮助自己的队友完成了一个二换二 而且他自己拿到了两个人头 直接把经济粉抄上来了 双期待小鱼 小鱼这个英雄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 如果你只算他的这个基础属性啊 只算他的这个基础属性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他每偷两层属性 每偷两层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他会升一级 所以呢像刚才那一波这个小鱼人打敌法师的时候 他A对方六下 就是已经跌了六层buff的情况下 你可以理解成当时的小鱼在属性上面 比契罗要高了六级 因为对方的属性会被偷 他不是光小鱼会长 这个敌法师的属性也会被偷 而敌法也是一个属性很低的英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小鱼人再去跟这个敌法师去对A 而且小鱼人身上还比敌法师要多吸带 因为他出了两 他出了两个吸带 他有一个大魔伴 他的魔伴又比这个敌法师的树枝要多 家的属性 所以这个刚才的这波对A 就是你看敌法师死的那么快 就是身上被人铺了六层buff 然后没有去太在意这个事情 直接上去跟小鱼对A 觉得把这个小鱼人的蓝 哎光我的队友来了 我一定能杀 或者至少我能跑 在这个上面他做了一个误判 这一波错判 再加上小鱼人先做的是小件 小鱼人先做的是这种双膝带假腿 然后先做的是小件 这个就直接导致背对手给滚血球了 现在敌法师一场优先级高吗 大叔不太高 小鱼人现在已经拿到了散尸啊 这六千多块年的经济 这场比赛QE在前期优势有点略大 不得不说 不过来说小鱼人现在直接一号位了 不至于 因为其实他的美毒杀经济现在还是比小鱼人又好了一些 还是超上了 当比赛只能说在前期的对线上面 ATF的这个小鱼人是真的玩出来了超出一般人的理解了 超出一般小鱼英雄这个英雄的理解了 他的灵对于三号位小鱼人的理解 是我目前全世界见过的选手里面最好的 没有之一 像他这种的表现是有可能重塑这个英雄和一些其他位英雄在对位的时候 一个强弱对比关系的 小鱼人的这个被动永久的会拖走对方的生命能量 每次吸取他们的一点全水性病转化成自身额外的敏捷值 这个能量转移这个技能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是不是是偷四点啊 好像是一点全属性 然后加额外一点的这个主属性 好像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不是偷四点了 小鱼人 发生甲这里被打力套 CT踩住了以后拔动机上来打力波爆发 不过血量还比较健康啊 没有被对方带走 好看看这里给上一个减速火爆过来 发生甲一套爆发再加上火爆的输出 穿上甲开车过来以后看看这回来准备找的是谁 火猫的这个魂呢有点劲力过来抢了个服啊 队友都没来 所以穿上甲只是单纯的开着车在你的面前 秀一下自己的车技和车 过来秀了一下自己的四排气 四排气是吧 敌法师现在只有4800的经济 敌法师4800的经济现在主要的问题在于就是对方的三号位小鱼已经具备单沙特的能力了 这个比较可怕 而且小鱼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会在出完这些装备以后 直接去准备买魔精 因为现在刚刚15分钟 他现在有600块钱不到的存款 下一个装备就直接做魔精了 美毒杀继续维持现有的这个刷钱节奏的话 应该再有两分钟左右 可以刷出来自己的蝴蝶 也就17分钟左右拿到自己的蝴蝶 拿到蝴蝶加上分身斧 那就可以组织一下进攻了 打盾或者是直接进攻 这块散尸给上 连击刀开一个C 这边一个拍地板直接带走 穿上甲的经济目前是7600块 这场比赛啊 你说上午没打过这个小鱼人 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是 对方的一个英雄熟练度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是 小鱼人在装备优势和属性优势以后 他跟敌法师的队A 敌法师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个是真的没有办法 这个属于就是被对方只要抓住一个机会 去撕开你的一个一点点的漏洞 他就可以无限的利用这个漏洞 不大优势 但是伐木机的经济 为什么这么差不多是没讲明白的 看一样红包 你也被独狗给了一个大招 但是还是成功的拿到了独狗的人头 而且但是小鱼啊 小鱼在另外一边单杀了敌法师 没办法 现在敌法师看见小鱼 如果不是第一时间直接不令个走的话 就走不了了 第一时间没有不令个走 小鱼人现在直接一个跳拉住你 然后就开始不停的A你 等你这个等那个拉快结束的时候 按照敌法师这种可怜的蓝量上限 几刀就没了 几刀就把你所有的蓝打空了 根本就不够 那敌法师现在一共才多少蓝 可以看一下 现在敌法师不切智力腿的话 他现在只有不到400蓝 不到400蓝的话 你背对面的小鱼一边偷全属性 然后一边去削蓝 这个蓝打两下就没了 好 这边看一下小鱼小鱼人 开启开起自己的大招接着抓这个伐木机 再跳过来 拍一下地板 一个戳还是没能够逃掉 已经是成功的跨了地形 但是没有走掉 那看一下这招火猫 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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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的这一脚踩 大牛的脚踩踩得不错 但是小鱼人还是拉住了火猫 直接完成了对火猫的一个击杀 那美毒杀开始中路去 已经开始中路插着他了 下路这边小鱼人是击杀掉了一个光法 又17分50多秒 现在人头数11比5领先了1万多经济 似乎没什么 没有什么翻盘点了 现在所有的输出点都太穷了 而且对方的蝴蝶一旦到手以后 敌法师对于美毒杀的这个限制能力 会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会打一个比较大的折扣 在这里小鱼跳过来拉住敌法 敌法师这边直接被小鱼切死 又是一个轻松血液的单杀 这个已经处理不了了 就是小鱼人这边连击刀 加上散尸这个东西已经处理不了了 开眼这块小鱼人过来拉住凡木鸡 凡木鸡勾走 大牛一脚cd才着 美毒杀强开大过来留人 大牛的这个大招好像接得稍微晚了一点 ETF直接一个魔晶技能放出来 我团灭了 火猫也被直接秒掉 大牛也被秒掉 那么这样的话 大牛也知道这场比赛不可能翻盘了 直接打出了GD 这样的话恭喜QE 在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 是19分钟轻松血液的带走了老男爹 不得不说这样比赛ETF的三号位小鱼前期的这个对线 有点厉害 好吧有点厉害 因为敌法师跟这个小鱼人的对线 我之前在比赛的解说和直播里面 其实也看过不少场了 一般来说都是 首先是酱油互怼 酱油在一边互怼 然后敌法师跟小鱼人的这个互相消耗呢 前面会是小鱼人的一个优势 但是耗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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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这个 敌法师有机会能够追着这个小鱼去捶了 但是这场比赛呢 小鱼人通过提前的铺垫 还有双细带的这种高属性 双细带加大摩扑的一个高属性装 然后再加上一个适时的突然袭击 发起了对敌法师的一波击杀 然后随后就是把整个局势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面 这个确实超出了我以往和解说过的敌法师和小鱼对线的比赛 有点东西好吧 不过也是好事至少我们多学了一样东西 好了我是藏华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 然后下一场比赛见 么么哒 明镜需要的支持 明镜需要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的支持 欢迎订阅